拜登的行程很重要 這個部分也建議了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制裁方案 其實工具箱裡面的工具 用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要把它踢出G20 踢出G20會怎樣 介大使 其實G20它並沒有 它是一個等於是一個論壇式的 它並不是一個 所以我說這個制裁 之前最厲害的Swift 這已經用了嗎 還有禁運石油 這個也已經用了嗎 這兩個是殺傷力 真的是滿強的 但踢出G20會怎樣 然後拜登不是還制裁了 俄羅斯的國會 國會是幾百人 有沒有員工等等都去制裁 我在想這些是 有真的幫助嗎 我覺得制裁俄羅斯國會 正好讓俄羅斯更站在 國會更站在普丁那一邊 我是覺得正好反效果 可是它有很宣傳的效果 那個集團體現在已經 已經有國家反對了 他說這個要不要把 這是一個經濟性的組織 是不是要把政治帶到 這個經濟性為主的組織 是不應該的 我剛剛看到好像大陸的 外交部發言人 也正式發言說反對 反對 其實這個G7它是 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意義 俄羅斯其實在國際組織上 它的主要依靠的是 上海合作組織 集體安全組織 它有五六個 還有這個所謂的獨立國家組織 它這個主要它的國際關係 都在中亞 還有跟亞洲的 那麼這個上海組織 你不要忘記 除了大陸 還有印度巴基斯坦 那麼也要把伊朗也要拉進來 這個就是在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 其實這些才是俄羅斯 它在國際社會上的權力的一個 所謂的合眾聯合權力一個基礎 這個G20對俄羅斯來講 沒有什麼重大的 但也看得出來 今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水繩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繩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繩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 你只要衝至一個雙方的水繩 是一條雙方的水繩